欢迎收看关键时刻 过去我们谈到了普丁 他是俄罗斯的撒谎 他在俄罗斯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拥有最高的权柄 没有人敢违反他 任何想要违反他的 抵抗他的 最后都是死路一逃 但没有想到 现在俄罗斯的街头 竟然风起云涌的 一波一波的反普通的浪潮 我们主要讲的是 现在很多上街的人 拿了一个马桶刷 去朝鲁 在普丁的黑海宫殿里面 有一个八千多块美金的 这个金码头 他觉得真的太夸张了 而今天全世界的媒体 也都报道了 这纳网黎审判的一个过程 他竟然在整个法庭的时候 他说普丁是谁 他说普丁是一个懦夫 他说普丁这个懦夫 竟然怎样下毒 在哪下毒 在他的内裤下毒 下流到了一个极点 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谈话 这样的一个证词 被全世界媒体所引用的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现在普丁能够压倒 这样的一个局面吗 现在星星之火 可能骗烧到 整个俄罗斯的大地吗 现在因为美国的制裁 已经让俄罗斯的经济 开始凋零 而凋零之后 普丁这个局面 他能够维持多久呢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惠辰 所以你就特别提到了 纳瓦尼 他现在变成了俄罗斯新的国民英雄 他很夸张 他所有的报道 全部被西方媒体大幅的采用 而且他直指普丁是个懦夫 对 而且你要知道 昨天也就是2月2号 这个审判 可以说是世纪大审判 全世界都在关注 为什么 因为这44岁的纳瓦尼 可以说是普丁从政以来 最大的一个威胁 他们说普丁怕这个人 怕到什么地步 普丁的嘴巴里面 从来没有提过纳瓦尼 嘴巴没出现过 从来没有提过这个字 而且你知道 这个人这个是带种 我们之前不是说 他好像被特务人员下毒 后来下毒到是 他们同意让他去德国就诊 就诊委来之后 他就不是被逮捕吗 逮捕他的罪名是因为 你2014年的时候 所以你说他被下毒了 下毒了以后 我准许你去德国 照一讲 我就放你一条深路 你赶快跑掉 你不要再回来 你赶快凌亡吧 没有想到他回到俄罗斯 他不再回到俄罗斯 还是美国帮的吗 是而且你知道 回来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 他要回来之前 他先录制好 你刚刚提到的 揭发普丁贪污内幕的影片 结果他人抵达 他回到俄罗斯 就跟普丁对干了 对他回来 人家就形容他说 他是地狱回来男人 你没有杀死我 现在换我回来 摧毁你所有在俄罗斯的 政治根基 所以你知道 他人被逮捕的当下 网路上就开始播放 他所有指控 普丁在黑海的 这个豪宅的一个内容 贪污内幕 他说你普丁从这以来 窃取俄罗斯 大概有两千亿人民美金的 一个资产 两千亿美金 所以他就是说 你一个人吃饱饱 然后你窃取这么大资产 结果我们的人民就在那个受苦 受难当中 那因为他马上被逮捕 对不对 逮捕最后在昨天就上野了这个世纪大审判 而且普丁怕到怕到什么程度 他不敢让他直接落地 他得以说 假设你要在莫斯科落地 我故意把那个飞机绕到别的地方 让人家开不到你 然后从他落地的那一周开始 俄罗斯开始本来只是几个城市 后来变成一百多个城市 全部每周周末都上街头 你说这个城市有一百多个上街头 抗议鼠逼 对整个俄罗斯有一百 你看现在已经变成 这连续第三周 这是谁 这是他弟弟 连他的那个 那王尼的弟弟都被逮捕 那现在我刚提到的 世纪大审判是审判什么 就是说你2014年 你跟弟弟弄了一个 窃一个公司 窃到用公款 然后窃取国家的一些钱 结果很好笑 2014年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一个判决结果 就是判决你三年半 但是缓刑两年 但是你知道他缓刑两年 现在都已经2021年了 结果既然说 因为你违反了相关的缓刑规定 所以我现在要判你入狱 可是缓刑已经过了 你缓刑两年 我现在都20 我都过了七年 所以这个人超级带走 他直接在法院上 他直接跟法官呛什么 他直接跟法官呛吓 他说第一个 当时是缓刑两年 现在都已经七年了 你怎么可能用 那个都已经七年的时候 你还在判我再度违反缓刑 第二件事情 我为什么会离开俄罗斯 是因为我被下毒 那我被谁下毒 就是被你普丁 他还嘲讽普丁是什么 他说你自以为你是彼得大帝 想要以彼得大帝之谜 来名流侵蚀 结果事实上你什么 事实上你根本就是个懦夫 你是个内库下毒者 简单讲 他就证实了一件事情 我们知道之前不是在讲说 好像你看就是这个画面 人家不是说 你知道这个画面是什么画面 就是在他在法庭的画面 他在呛吓普丁是懦夫 是内库下毒者 他还说 等一下 他说普丁是内库下毒者 他就说普丁 你将会以内库下毒者 来名流历史 他讲完这番话之后 把脸转向就是在听审判的 他的太太 比出爱心的符号 所以他这个爱心 是跟他太太比的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画面 未为疯传 大家觉得说天哪 铁汉柔情 所以人家才认为 这个现在是新的 俄罗斯的一个政治明星 如果说 他今天在俄罗斯的法庭 做这样的一个陈述 但我们知道 普丁对于俄罗斯 他是有完全的管控能力 但没有想到 今天他这样一个陈述 全世界都知道 全世界未为疯狂 连这一张照片 都被人家所拍下来 所以人家都说 就代表说 普丁锁不住这条新闻 完全锁不住 而且你要知道 他在里面话讲的 有多凶狠 他说你普丁大 可以假装自己是个 大政治家 世界的领袖 但是往后所有的历史 只会记住你 就是个内裤下毒者 我们之前有讲过 内裤下毒 他们觉得很好笑 好像是 好像有点传闻 他现在等于是在法院 证实这件事情 他真的是因为那个地方 内裤被下毒 他就真的是因为 内裤被下毒 第二个 他还讲什么 他还讲说 你普丁就像是个 身居宫中的一个 满腹怨恨及恐惧之人 然后呢 他就讲到说 我们绝对不会容忍 根本就是 欲加我的罪名 怎么可能 你用七年前的罪 来入我罪 那因为这个审判 是公开审判 所以全世界的媒体 都看到这个审判 这个讯息一出来之后 你知道吗 包括美国 包括英国 然后包括德国 跟那个西班 那个法国 全部同声声援 声援他说 你这个审判不公平 你根本就是在制造冤狱 你说现在西方国家 全部都在声援他 全部在声援他 现在每个礼拜 俄罗斯一百多个城市 都有人上街 要声援他 甚至连马桶刷都拿出来了 更不用讲 他的背后 很清楚的 美国人进来了 因为我们刚刚特别提到 他不是就是要下地的当天 赶快在网络 你看这个画面是什么 就是在宣判的时候 人们就要挤到那个法庭那边 所以呢 这是法庭外面 对法庭外面 所以他才会动用这么多武力 全部去驱离这些人 然后你知道 现在俄罗斯 其实都是零下的 你知道这些人 你现在看到画面 这些人 已经连续三四周 都走上街头 然后他们说 这是一场用雪球 跟鲜血所写下的历史 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 而且你知道年龄层 可以说是老少男女 全部都走上街头 那这个怒火 看起来短期失恋 完全没有停歇的迹象 每周每周 每周都有人上街 而且你要知道 现在他们那个政府的动手 已经不只是纳瓦尼 连他太太 连他的弟弟 也全部都抓进去 所以现在其实双方的对立 是越来越严重 你看他们的政报部队 如临大敌的样子 对 如临大敌 这抓的就是他弟弟 然后如临大敌 你知道吗 他们现在真的已经开始打人了 因为他们现在晚上的一些画面 你有看到好几个画面 是他们直接对着 那一些人抗议的人群 其实是手无寸点 直接矛起来就一直打 所以他们说 现在军方的一些 还有 就是你看 他们其实现在动作越来越 甚至是女生 甚至是女生被抓 还有你有没有看那个 个子超小的 个子超小 根本不知道是谁 你看就是女生 照样被抓起来 对 照样被抓起来 所以他们就说 现在可以说是 俄罗斯警方也开始强硬起来了 现在警方越来越粗暴了 越来越粗暴 那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 如果说你只是一个 纳瓦尼 只是一个反对党 为什么会激起人民的怒火 因为其实他持续了一个痛处 你看 现在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举手 就是要告诉大家 他们手无寸铁 而且就是说警察打人 你看那个角落 你看 那个棍子 有没有 一直挥 你看毛起来打 那个画面其实非常恐怖 他拿起来就毛起来挥 所以你就知道 这种天海地洞打起来更痛 对 所以你就知道 现在他们的双方的冲突 你看就推紧 然后开始打 所以现在双方的冲突 是越来越大 那么你就说 其实其实纳瓦尼 这一次掐到一个重点 就是什么 因为现在俄罗斯人民的生活 其实非常困苦 然后但是他所要指导 就是说 你普丁去窃取 俄罗斯人民的资产 自己过得非常优渥 宛如全世界首富的日子 但是你没有试到 我们俄罗斯人民 生活在水 生活 那样 我们冰箱 都没有想到 我们一开始就说了 纳瓦尼回到了俄罗斯的时候 居然在网络公布了 普丁的黑海宫殿的影片 但没有想到 这个影片引起这么大的一个反弹 俄罗斯人对于普丁 过这种生活这么愤怒 是因为刚提到 其实这个黑海 光是这个宫殿 就花了大概一百多亿的台币 然后里面光一个马桶刷 他就是八 还记得是八千多块美金 这什么就非常不可思议 但是你要知道 现在俄罗斯人民的过的日子 是什么 他们冰箱里面是没有食物的 而且你要知道 现在他们在COVID-19之前 就已经有一百三十万的一个失业 因为他们之前一直被 因为入侵克里米亚 所以一直被那个就是制裁 那现在其实你看 现在都是一些 需要一些经济的一些 去补助领一些救济品的人 越来越多 他们现在失业人口 光初步的统计 就已经来到四百五十万人 失业率高达的 已经突破六%左右 所以现在其实俄罗斯的人的 这个生活过得非常困苦 所以他们就说 他们现在所过的日子是什么 他们冰箱里面 完全都没有食物 但是你的电视上 还给我播放一些爱国影片 对我们来讲 这是何其的可笑 他们觉得COVID-19 全世界政府全部都在发放一些 就是补贴金救济金 但是俄罗斯的脚步非常非常的缓慢 他们说你一个十六岁未成年的话 我可以补给你大概美金一百四十块 但他们就说一百四十块 连富房租都不够 所以他们现在很多人真的就是排队 准备领政府的那个就是补助的相关的物资 而且这个物资还不是每一家每一户都有 你看这所有袋子什么 每一个袋子都是要发放给物资给需要的人 但是实在需要人实在太多了 而且现在他们通货膨胀率非常高 他们现在食品的一个价格 涨幅竟然高达六点七趴 所以对他们来讲 他们就说我们是被抛弃了 全世界没有人可以来救我们 然后他们就认为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 导致你看现在这个画面是什么 除了刚提到俄罗斯人之外 其实还有一批人 可能很少人知道 就是一些中亚的一些移工 他们原本是在俄罗斯工作 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有工作机会都没有 他们想要回到自己的国家 比如高家属的一些国家 但是全部被封锁 所以这些人就躺在机场里面 所以你说俄罗斯经济凋敝到 这些移工都没工作了 他们也是社会的最下层 结果他们连工作机会都被剥夺 只能回家 而且回家的时候还只能睡机场 因为他们要回家 结果后来因为全部都封锁的情况之下 他们睡机场睡了很久这样子 然后现在除了这些移工的生活困苦之外 你知道吗 连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 你要知道 这种几乎都是国营企业 结果你知道 竟然有数百人走上街头 罢工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也是他们的工资 他们说他们现在工资 叫以往在七年前相比 少了10% 现在物价飞涨 但是你工资却又少了10% 你叫人民的生活怎么过下去 所以其实纳瓦尼 点燃的这一个怒火 应该是贫富差距 以及所有的人民生活在困苦 饥饿当中所掀起来的怒火 好 智慧 你要讲纳瓦尼先姐的这个怒火 是这个汽油桶 是整个俄罗斯的经济 真的败坏到无以复加状况 刚才讲 他的失业率 不断的攀升当中 他们的经济根本买不起东西 是的 更可怕的是 对 他们被封锁之后 对 俄罗斯只会越来越惨 对我们知道俄罗斯人其实是敢爱敢恨 又很飙悍的民主 我爱你的时候 我可以把你捧上天 所以当时他的得票率非常高 但是我讨厌你的时候 保洁你知道出现什么状况吗 他在街头想要对人民表达 这个友善的时候 民众居然当众嗆他 这是他回到这个圣里德堡 他的家 这个背影的话 你看是普丁 那有个老妇人就直接嗆他 他就说什么 哎 请你告诉我 我每个月看你那一万零八百块的卢布生活 有可能吗 他就直接嗆他 等一下 这个大妈直接嗆普丁 对 那一万零八百 因为他们退休金 大概折二新台币是五千块 他说我高可能 就是这个普丁就说 我认为很难 那我猜你一个月可以赚八十多万的卢布 大概新台币三十七万吧 他说我按照什么 这个残疾今天生活的话 一次去早午店 早午店买一千块 然后这样讲的非常多 普丁就说的确 我们还有很多社会问题需要解决 那我们俄罗斯保证要实施一连串的这个社会改革 尤其是针对这个民生的这个议题 那普丁过去一段时间 他都是强悍的面对他民众 他现在居然被民众这样当面呛他 所以老婆我们看 这个画面真的太尴尬 过去普丁一直要一出来 万民泳带 连女生都看到明信一样又抱又涌的 结果 他本来以为说 所有的人也会笑脸的迎接着他 没错 可没想到 旁边这个大妈 直接呛下说 请你告诉我 每个月靠一万零八百的卢布 可能吗 对 而且他特别 这是他原本安排一场戏 为什么 他是回到他的家乡 他这样人不清土清 家乡人怎么会这样来干 就没想到 你居然这样当众吐我的草 所以这个显然让这个普丁 他也觉得说 难道真的民众的怒火这么大吗 所以今天 纽约时报就写 跟他讲的那篇 冰箱赢过了媒体 现在俄罗斯的冰箱真的空了吗 好不好 事实上我跟你跟大家说 这一次的普丁他面临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麻烦 纳瓦尼这一出戏是谁主导 我跟你讲 是美国跟英国主导一出戏 他准备要拉普丁下来 我觉得现在普丁有点像是末代沙皇那样这个非常尴尬的局面 那那个纳瓦尼有人就说他会搞不好是列宁推翻他们 真的假的 为什么这样讲 我跟你讲 这一次这个纳瓦尼带回的那些影片 包括说什么他有两千亿的这个身价 包括说这个所谓的他的黑海别墅 我跟你讲 这个外国媒体都播过 第一次说他两千亿的是二零一七年 美国的杂志说他有身价两千亿 第一次说他黑海杂志那个是BBC在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半丢出的画面 问题是当时没有人能够报到 俄罗斯人民看不到这一点 因为当时俄罗斯的经济非常好 哪有什么关系 反正这个普丁就这样黑钱又怎么样 有钱大家 有什么关系 可是这个时候是 这个时候为什么纳瓦尼回去会引起大注意 因为大家俄罗斯人都很注意纳瓦尼 所以纳瓦尼丢出这个时候 俄罗斯人才真的第一次看到 属于普丁的这些画面 他们是第一次看到 我们外国人可能都看过 但是俄罗斯人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他们的愤怒就在这时候 完全被点燃开来 难怪要拿马桶刷上街头 所以为什么纳瓦尼一定要回去 因为他回去就是要点燃这一把怒火 所以那是为什么俄罗斯会这样 我们讲二零一四年的时候 其实普丁都没想到 他入侵乌克兰变成是他整个政治生涯 由高往下转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虽然他二零一四年入侵乌克兰说 他民意支持度有一度高达八成左右 但是很快他就尝到苦果 你知道从二零一四年开始 美国前前后到目前为止 对俄罗斯寄出的经济资产 高达有八十六条 各式各样的 包括说石油的 天然气 国营企业 个人的 普丁的 自己本来有八十六条 这样浩浩荡荡荡全部出去 他本来有个经脉 那个经脉是从俄罗斯 克里米亚直接运天然性到德国 那个都不能送了 甚至你要这个所谓北溪二号 我都不给你 那你知道导致什么 俄罗斯 我们知道俄罗斯的天然气跟石油 他的整个收入 占他整个国家GDP的40% 结果你知道 石油天然气都不能卖的时候 你就知道对俄罗斯的打击 道理多大 那另外一个 因为俄罗斯很多地方都不能用美元之后 他们怎样 他们开始物价膨胀 因为他们没办法用美元去买东西 没办法买东西的时候 他们你知道 每一年俄罗斯的经济成长率 都是1% 2% 1% 2% 结果你知道物价膨胀率都十几% 差这么多 你说民众能够受得了吗 因为很多人去超市买不下手 因为第一个 他们不但是没有东西 而且是现在整个物价膨胀率 非常非常严重 他2018年的时候 居然自己做一个叫做年金改革 自己让自己几乎是断了半条命 怎样年金改革 因为当时俄罗斯 已经经过四年的制裁之后 俄罗斯财政非常困窘 财政困窘怎么办 因为俄罗斯在过去 为什么普丁能够有那么高的民意支持度 你知道在俄罗斯教育免费 在俄罗斯看病几乎是免费 在俄罗斯的话 很多很多都是免费的 油什么什么价格都非常低 然后政府还给你固定了一个补 这个算给你一些食物 所以俄罗斯人其实基本上 他们都是社会福利很好 还有老人年金 对 但是问题是怎样 2014年之后 他们经济开始下往 国家入不复出 那怎么办 入不复出的时候 普丁就说 那我们只好来进行年金改革 那年金改革的时候 原本俄罗斯的女性是55岁退休 他把他延到60岁 那原本俄罗斯的男人是60岁退休 那他延到65岁 就引爆整个俄罗斯全民抗议 那特别是男生这一条 那为什么男生会出来抗议吗 因为俄罗斯男人的平均寿命是66岁 也就是说 他们大概有一半的人 是活不到这个岁数 那你摆明就是要坑我嘛 我好不容易工作到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 你要我工作到死的意思 对啊 所以他们就开始抗议 所以其实2018年19年 就开始出现很多人上街头 因为抗议 你看真是跟他呛吓 也是老妇人 我领真的钱 我怎么有可能过了活吗 而且搞不好 我过几年就要死了 就是五千块台币的样子 对啊 所以他们就很生气嘛 那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重点 因为这几年的经济非常差 经济非常差之后 俄罗斯年轻人非常的惨 你知道俄罗斯年轻人的失业率 居然高达百分之二十 你去问俄罗斯年轻人 他们就有百分之四十五的人 愿意要移民 如果我可以到国外去 我就到国外去 你就知道他们对俄罗斯 现在是多么生气 所以这个时候来 刚好纳瓦尼进来点了这把火之后 现在整个烧起来 我觉得对普丁来说 俄罗斯真的是一个前所未见的重大的困局 而且你刚刚讲到一个大妈都敢 在普丁的面前说 你告诉我一万多块的卢布 我可以过日子吗 对 大妈都敢 对俄罗斯当然敢 当然 你刚刚特别瞧到 俄罗斯人士敢爱敢恨 对俄罗斯是非常飘悍的 你看德国法国打进去都是非常惨 你看他们怎么做 你看他们的这个真的 这不是真实的画面 你看这个一个大兵 他在这个开这个坦克车 就坦克车失控了 保洁失控了你要怎么做 我赶快闪开啊 他居然用肉身去挡住这台车 你知道 你看他就跑到这边前面 毫不客气就肉身挡 想办法把他挡下 这个只有俄罗斯大兵有办法做到这样的程度 谁敢这样做 我在装甲部队干过 我开这种断货 我一定跑的 那个车是非常强重 你怎么知道会怎么走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看俄罗斯的这个士兵 在天涵地动的时候 这个枪有时候装不进去 他居然用这样去 你敲敌我会炸开 总共一糖炸或是炸开就炸 火药就炸开 他居然也不管 就这样子 你看毫不客气 没有任何的畏惧 俄罗斯人不知道什么叫做畏惧的嘛 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看他们俄罗斯人训练多么有数 三分钟的时候 马上就把整个汽车完全拆解 他们都 这个战斗力是多强 另外一个 我觉得这个最厉害 这个女主持人 女主持人 她要做直播 保洁 那直播的时候 她居然上战斗机 战斗机 那个是好几个拘劣 而且她还可以做直播 她还在那边 说直播 我们目前的整个状况是怎么样 你会觉得很不可思议 居然能够这样做 你就知道说 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状况 难怪讲过一句话 俄罗斯没有眼泪 那俄罗斯 有时候 这个所谓他们的治安不是很好 就是他们这些人在抢劫 就抢劫的时候 你看来了两个老婆 你有没有注意看 那个白头老人 他们两个白头老人来的时候 两个白头老人居然力退 七八个盗贼 他们两个 你看那种老人 就觉得你看应该没有怎么样 你看他随便一勾拳过去 全部随便一拳就撂倒所有的 你看 他撂倒了三四个人 你就知道 这个俄罗斯的所有人 你不要看他是 搞不好那个大妈 他也是身怀无尽 你说老我不爽 搞不好我揍你普丁一拳也说不定 你就知道俄罗斯 真的是一个非常飘悍的名字 好 玉峰 这些如果我们提到任何反普丁大将 大家会想到这个人 他叫做纳瓦尼 纳瓦尼他不是也被抓起来的吗 结果现在还不够 他现在要被丢到全世界最寒冷的地方 好 玉峰尼其实在过去来讲 没有几个人敢去对抗普丁 对抗普丁的人 不是还没出生 就是已经死掉了 玉峰尼其实在国外待了一阵子 但是他发现说 如果他要做一个异议人士 你在国外在怎么样的倡议 一点意义都没有 所以他就决定 好 勇敢地回到俄罗斯 还是回去了 对 结果一回去就被抓了 然后被抓了之后 其实他那个时候在整个审理过程当中 他还比了一个爱心告诉大家说 我还不错 他也知道说他一定会被抓 但没有想到普丁政权比他想得更可怕 因为一直以来他必须要做一个事情 就是出庭 然后那个时候他被关押 已经距离普丁非常遥远的一个地方 但是每次视讯出庭的时候 还是有很多人去伸援他 但最近其实他的律师告诉大家说 他 拿马尼人不见了 他不见了 找不到他了 然后等到两个礼拜后 再找到他的时候 他竟然到了一个最可怕的一个监狱 我们看为什么他可怕 因为实在是太冷了 对不对 这个北极这个地方 它叫做极地狼 Polar Wolf 它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对 然后这些人就找到说 我们终于We have found 拿马尼他在哪里 IK3 IK3 大家看到这个名字 就觉得很可怕 因为他叫做极地狼的一个联邦监狱 以前这个监狱就是关 专门来关这个这种政治犯 然后就必须要做劳改 那劳改的地方 其实就是一座大山 那座大山你就一直不停的去开垦 一直不停的开垦 你说那个地方 可以看出什么东西吗 其实也没有 他就是让你在那边做一个 很出众的一个劳改 然后这个地方 极地狼 大家可能不太知道那是什么 如果你有看冰雨火之歌 里面 Snowhammer的那个 就有极地狼 对 就是那个冰雨狼 就是极地狼 那在这个地方 其实距离普丁 是非常非常遥远的 在那个地方 大概平均温度都是摄氏 零下15度到30度 然后你想想看 去那个地方 有办法存活下来吗 他说他就是给你一个毯子 然后再给你一些衣服 那些衣服其实都是破破烂烂的 但是你也不可能再要求说 你要多新的衣服 或是多其他的备台 那就是把他关在一个最遥远的地方 但是他的戒备 其实没有很深夜 其实预防我觉得非常可怕 倒不是说这个地方有多么的冷 你的衣服有多么的薄 而是当你已经对未来没有希望了 因为这个地方与世隔绝 你心里是空虚的 你没有任何希望了 其实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然后去那个地方 他有些时候还把你关押在 没有阳光的地方 你现在你已经这么冷了 然后你又没有阳光 然后都没有人可以跟你讲话 但是他有一个地方 你一望无尽 你也不用担心 因为你也逃不出去 也没有人 对 那个地方都没有人 然后那就是一个涌动土 那个动土 然后上面有台原 他们说去这个地方 你可以走 你可以走 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走好几百公里 但是路上有很多的台原 上面会长很多很多美丽的小花 其中有一些花 很鲜的花 你吃下去会产生幻觉 没有幻觉 你就会死在那个地方 所以你只要放在这里的地方 都是普丁最可怕的一个敌人 另外一个地方叫做吉地二 在这个地方 吉地销这个地方 其实他是专门关押什么的 连续杀人犯 所以你知道 当你把他放到最北最北最北的 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就是对人生没有希望 你应该没有机会再回到正常的生活 或许我们在谈普丁的时候 都觉得他天下无敌 谁要文艺他的意志 就算你在天涯海角 我都要追杀到底 但没有想到 现在居然出现了一个陈咬金 现在他的政权居然出现了一个裂缝 我看到 纽约时报就讲 他看起来 没有他表面的那么强 甚至华尔街版 华盛顿邮报居然讲 今天这个俄罗斯的反对者 是普丁的绝目人 是 为什么呢 其实最主要就是 像你现在看到 44岁的纳瓦尼 他怎么样呢 他现在所展现出来是说 我是地狱回来的男人 我是来终结普丁政权的 他有几项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他不怕死 他事实上他已经被普丁 大概至少涉嫌要下毒 他下了快三次 第二个是 他其实表现出我是个殉道者 而且他告诉他 在这个法庭上告诉大家 你不要怕普丁 他其实就是一个内裤下毒者 你不要怕普丁 对 他说他就是个懦夫 他可以把我关起来 但他没有办法把我们全俄罗斯人关起来 普丁治国只有一招 就是杀人 所以其实他在那个法庭上 他敢跟普丁对干 对干 而且他讲了 而且你要知道 因为他这一场宣判 整个其他城市 全部都开始走上街头 至少目前为止统计出来 就有五千人被逮捕 是创了俄罗斯有史以来 一天之内逮捕最多的人记录 以前我看到 你只要敢违你普丁的意志 你只要敢背叛他 你不管天涯海角 我都追杀到底 刚才讲的 有人跑到了英国去 有人跑到了欧洲去 甚至跑到了天涯海角 被暗杀的办暗杀 被下毒的下毒 连放射性物质 都可以放在你的茶杯里面 等于说 我杀人无所不用其极 可以讲 他也要杀他 可是杀了三次 他竟然都没有死 是 而且你知道 我们先来看 普丁其实为什么会让整个俄罗斯人 觉得非常害怕一个强人形象 就是因为他不断地透过毒杀 清除所有的政治上的意己 而且呢 我跟你讲 过去这十几年 他真的毒杀非常多人 从2006年来 你看这个是以前俄罗斯的一个间谍 亚历三大 他亚历三大 他其实到后来都已经变成是英国籍了 结果他是在英国中毒身亡的 2012年 你现在看到另外一个俄罗斯的 他其实也是一个商人 但是他是反普丁的商人 他也已经规划成英国籍了 他也是在英国死掉的 而且是城跑的时候死掉的 然后再来看 2013年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其实他是以前 那个耶尔卿时代的 俄罗斯的首富 那因为他是反普丁的 所以普丁一上来2000年之后 他就开始说 你这个首富呢 你其实是大发国难财 你全部透过贪污的方式 透过侵占我国家资源的方式 所以编造他罪名 让他不得已流亡海外 结果这个人到最后 还是死在英国 而且据说他是 就是在浴室里面上吊死 但他到底是上吊之前 就散上吊之后是死 其实到现在还没有一个说法 而且他等于说是用那种神经毒气 他的神经毒气 英国后来MI6查出来 他的神经毒气 可以杀死几千个人 他们就非要杀他 不可是连这种事情都干出来 但没有想到 他碰到了纳瓦尼 他踢到了田伴 杀他三次 甚至在他内裤的脏部 放了毒气 都没有杀死他 而且我跟你讲 这个纳瓦尼真的很带走 你知道吗 其实这个人非常有趣 他2008年 他其实是念法律出生 他是莫斯科的法律系毕业的 他甚至去耶鲁大学 当过那个世界研究员 一学期 所以他跟美国 其实是有关系的 他2008年回到了莫斯科之后 你知道他怎样吗 他成立一个网站 他成立一个网站在干嘛 每天就在说你 普丁跟那个国瓶事业勾携在一起 然后你普丁开始 你是小偷 你偷过我们所有俄罗斯的财产 所以他从2008年开始 他就锁定普丁 他到2013年 甚至一度要就去参选 那个莫斯科的那个市长 结果后来从那时候开始 普丁就已经发现他不对 发现说 他没有任何新闻媒体 报道他的情况之下 他只透过他的部落客 他只透过他YouTube 你才有多少粉丝 600万 所以他那次 你看他脸为什么这样 你知道吗 就是2017年 他的办公室前面 被人家就是 他走出去 被人家破绿漆 但是那个绿漆 是有一个腐蚀性的 所以他一度 他的眼被破绿漆 对 然后呢 他就很生气 他就直接开直播 他就说 普丁你 被破完绿漆 没有跑掉 还不敢开直播 他就开直播 他说你一定认为 我一定会 就是不敢播直播 我就是要让全部的俄罗斯人 看到你怎么样对付我们这些人 所以你说 普丁垄断了所有的电视 对 可是YouTube没有垄断 今天他的网站没有垄断 通过他的YouTube 通过他的网站 搞了600万人 而且你知道多可怕吗 他在2014年那一次的选举当中 人家认为说 他顶多拿8票 然后那个 他们普丁所扶持的 那个市长 会拿到72%的票 因为他们认为说 你什么媒体都没有 就你猜他拿到几% 他拿到27%的票 结果那个普丁支持的那个市长 只拿到51% 他们就发现说 这个人不对 这个人太厉害了 他主要就靠两个力气 第一个力气是 他有自己的一个粉丝 他全部都靠所谓的新媒体 他在新媒体上 他只要有一个麦克风 他只要有一个网路 他其实就像川普一样 所以他们说 他是一个科技的民粹主义者 他可以号召一批人 第二个东西是 他其实是用非常嘲讽 戏虐的方式 戳破普丁强人的一个形象 他直接在这个法庭上 大笑普丁 他说你以为你要跟彼得大帝 变成是一个流明历史的人物 我告诉你 你最后会流明历史的是 内裤下毒者 就不断吓他 就讲说都独内裤 反正人家都会觉得说 你知道吧 这怎么样 你也是一个普丁 这样的人跟个独内裤 他在法庭还可以笑成那个样子 对 而且你知道 他真的就是一场秀 你知道那一场法庭的 包括十几个国家的 驻俄罗斯的代表 都在那边听 然后他一进来 他就跟他老婆比这样 你知道 所以他完全是很懂得去操控媒体 然后人家就说 你知道为了他 有多少年轻人走 你看还在那个玻璃 画一个爱心 有没有 所以他非常懂得去操控 就是这个赢得 如何赢得媒体的一个形象 那人家也认为说 他非常厉害 他这两个力气 就是拥有新媒体的一个掌握能力 以及用嘲讽的方式 把普丁的一个强人形象 彻底毁灭掉 你知道他们现在根据民调出来的结果 现在走上这些街头的年轻人 有100个城市 而且对你知道吗 他们现在做出来的民调是 竟然有76%年轻人 全部都是35岁以下 而且超过半数都是第一次 为了政治事件走上街头 你说这些走上街头的 70%是35岁以下的人 而且超过40是25岁以下 所以对他们来讲 普丁是个阿公 那他们怎么会喜欢阿公呢 所以他们就会认为说 哇 这个纳瓦尼摔太有 他根本是唐极科的 他是我们俄罗斯未来的希望 然后呢 其实这一点是普丁最害怕的 你不要觉得说 什么俄罗斯年轻人不懂啊 有什么好害怕 我跟你讲 俄罗斯年轻人才可怕 你知道他们这个俄罗斯年轻人 我们都说他是战斗民族 你知道吗 现在你会看到一些画面 你看了你这会害怕 俄罗斯年轻人很凶悍吗 我跟你讲 先不要讲俄罗斯年轻人 你看俄罗斯女生都不好搞 这是什么画面 就是有个人喝醉酒 就旁边有个人在欺负那个喝醉酒人 然后他就是一个 类似Savay的便利商 旁边人说你不要这样 就用女店员走出去 说你在干嘛 啪 你去找 那是女店员 是女店员啊 那女店员呢 他就走上去 他就骂那个男生都 你在干嘛 哇 三拳 K-O他 K-O他 而且他就赶快又落魂 落魂即逝的回来继续结账 就用来他解救那个罪鬼 那个罪鬼马上还跟他说 若无其事往后走 对啊 这种资胆 我只有在阿里跟泰森身上看过 我跟你讲 你知道这个画面 连全世界那种格斗冠军都在转发 所以一下子有四四万的人 你看他走过去 他干嘛 他干嘛 一拳 右过拳 左过拳 摔他一脚 直接K-O他 你看他还站着哦 对 对不对 站一拳 你弄得好了 对 就知道 天啊 好 你说那个年轻人也许很凶患 你知道这个人他干嘛 你知道吗 他也是在跟他拿长枪 跟他说你给我十二瓶啤酒 他说你要干嘛 你试试看 结果这个女店员 也是跟他直接那个 直接人家拿枪 他直接跟他在那边纠缠搏斗 拜托是女人那么凶 重点是什么 人家也不过是要是个啤酒 要是我可能连洋芋片都给他 所以要不要配一下 没有 他是店员 他都已经这么凶悍 我都不理解 为什么你只是一个店员 你要如此捍卫 所以你知道 然后这个更好笑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年轻男生 他偷那个大妈的手机 大妈直接呼他三个巴掌 你知道吗 就直接打他直接 然后把他丢在地上踹他 然后那个警察都还没来 然后那个被投手机那个人 就说救命啊 救命啊 他一直在呼叫救命 是他在呼叫救命你知道吗 因为他一直被这个大妈打 大妈就认为说 你这小孩子不学好 你到底在干什么 然后就一直开始打他 结果最后警察终于来了 然后警察就开始 打那个小偷的时候 那小偷还非常感谢警察 说你终于来了 因为他们认为 在二战的时候 俄罗斯的一半男人都死光了 俄罗斯是靠俄罗斯女人 撑起半边天的 而且俄罗斯 其实他们的女兵很多 全部都是那种非常会涉及的 这个更好笑 这是什么 这也是 他的大妈身上有钱 就被那个 你现在完全看不到 那个小偷被压在地上 那个大妈直接用泰山压 他给的方式完全自罵他 你知道吗 你看那个小偷 整个躺在地上 头都不能动 他就一直骂他 他就说 你干嘛偷我东西 你知道我们家全部的人 小孩都在等我 你为什么要偷东西 这个不学好 就一直骂他 你看警察大哥 你们终于来了 所以就超好笑 就所有的那种女汉子 俄罗斯女汉子 你这部分男女 不分年纪 你都是不可惹的 而且我跟你讲 现在你就看到 就是说 现在光是俄罗斯的女性 都这么难搞 你看这也是 你看人家都持枪 这个女的还跟他在那边 直接跟他拼了 有没有 就打的那一个 持枪的人跑掉 所以他们女店员 真的是太屌 他们完全不害怕 这些事情 他们认为你试试看 然后就直接拿命 不要命的最勇敢 所以你知道 光从这些女店员身上的例子 告诉我们俄罗斯人 真的不好搞 而且另外一方面是 对于俄罗斯年轻人来讲 整个俄罗斯 都是他们的格斗场 你知道吗 光幕你看这个画面是什么 他们的公园 他们的公园 他们的公园竟然有点烂 类似奥林匹克的比赛一样 随便任何人 而且类似这样的公园 在莫斯科就有1200个 所以他们所有人都 他们就是非常流行的 一个叫做 街头的一个健身家 然后他们所有人都很习惯 在这个情况之下 而且你不要以为他只有夏天出来 他是春夏秋冬 甚至也零下像这个男生 他说他最低在零下 负40度的低温 他都在那边做运动 然后他就认为说 其实随时都你运动场 这运动非常好 因为不用花钱 而且真的可以强健体魄 你看他多壮 他穿衣服都那个肌肉的线条 都没有办法那个掩饰住 然后他就说他们其实是有一个群队 全部都在在街头做运动 所以我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普丁其实对于这些年轻人 会感到非常的害怕 而谁能把这批年轻人给号召出来 就是纳瓦尼 好 所以 你等会儿 有一时报就讲 普京并没有像他看起来那么强大 是真的吗 而且他刚好是内忧外患 你外面有一个纳瓦尼 现在跑回来了 现在他号召了整个俄罗斯的年轻人 上街头反叛他 另外一个是 你说他的经济真的太差了 而且经济差也就算了 他们的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让到一般人无法忍受 没错 刚才慧珍讲到年轻人不爽 年轻人 这个俄罗斯的年轻人 大概有40%就希望说 我能够离开俄罗斯 我就要离开俄罗斯 那为什么这样 因为过去一年的时间里面来说 俄罗斯的经济衰退了大概3.1% 那现在为什么 为什么那个大妈要拼命 我的东西搞不好 这是我能够吃的东西 你把他强做做 我就没东西可以吃 你看现在整个俄罗斯 因为我讲过他被美国制裁之后 他的所有物价膨胀率 每一年都是用10% 20% 这样不但往上竄 好像去年 去年的时候的这个价格 大概是过去的这个两到三倍左右 去年的时间 你就知道说俄罗斯民众多苦 另外你看俄罗斯 你可以想象吗 俄罗斯现在很多平民 你过去很少会在俄罗斯 看到这个街头平民 现在街头平民非常多 那根据俄罗斯 他们之前国际媒体 照而言讲 俄罗斯是共产主义 他是吃大锅饭的 照而言讲他的社会福利 基本上要很好的 怎么会有吃垃圾桶的 事实上根据俄罗斯 他们自己的标准来说的话 那俄罗斯现在 现在有1.4亿人 对不对 那他们的贫穷标准现象 你保证 你知道有多少人在贫穷标准现象 居然有7千万人 所以他们 我刚刚看的是俄罗斯 在垃圾桶旁边抢食物 很多地方 特别是在比较郊区的地方来说 你看很多俄罗斯人 真的都在抢食物 没东西可以吃 甚至很多俄罗斯 平民居然住在这个帐篷 我们过去都以为 可能只有在西方世界会这样 他们也是这样 这里天寒地冻 还这么睡外面 没办法 天气那么冷 他们也遭上罪在这个地方 那甚至还有这个平民 他们到处去领这个食物救济 过得真的非常辛苦 那为什么会这么惨 主要就是 因为俄罗斯 他们现在的人均GDP 约莫是1万多 可是人家1万多还好 可是为什么有一半以上 在贫穷线以下 因为他们贫富差距非常大 保证 事实上 10%最有钱的俄罗斯人 控制的俄罗斯 83%的所有的财富 所以俄罗斯人是有钱的很有钱 那他们不断地在炫富的时候 就让很多俄罗斯民众受不了 而且我觉得俄罗斯的有钱更夸张 他们炫富是全世界第一的 对 你看事实上这是什么 俄罗斯这个富豪叫巴里科夫 他去出席这个演讲会的时候 演讲讲讲到一半之后 保险你让他做什么事 他就把这个所谓美金 从天空撒下来 那个是钱 对 他换了大概2万多 一块钱美金就撒下来 就说好 你们今天来这边参与的话 太开心了 我就把我的这个演讲费 捐出来给大家 然后就换成一块美金 这样撒下来 从天而降 这样子下来 这太夸张 他们就这样 你也太土豪了吗 好 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土豪 这是俄罗斯一个富豪 他叫梅尔尼青柯 他怎么样 保险你让他这个船 真的让很多俄罗斯人 看得非常不爽 第一个你看 他这个游艇 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游艇之一 你看这个游艇 如果放在地面上 保险你知道多高吗 有八成楼这么高 你看他那个船轨 你看船轨 比英国的大笨钟 都还要更高 你就知道他那个 到底是多大 他里面来说的话 有五十个仆人 那他最多的这个旅客 只能容纳二十个人 那他上面还有一个 这个直升机的 这个停靠中心 那为什么会被拍到 主要就是因为 他们一家人 从这个黑海出发 然后一直死到这个 所谓的这个 这个法国的这个南 地中海这个地方 然后被拍到说 我们一家人都吃得非常好 那甚至他跟他 威风妃要结婚的时候 那他们请谁 请当时的天后 Honey Houston 从美国来这边唱歌 你知道他们到底 是多么炫富 我已经够穷苦了 我的生活被剥夺了 你们在那边跟我炫富 对好 那还有一个俄罗斯福好 就说 因为我住在俄罗斯 这个地方 我们家附近 没有这个麦当劳 我想吃麦当劳 就你知道他怎么办吗 他马上就用 这个两千块英镑 大概是七点六万台币的时候 租了当地一个直升机 然后飞到这个 大概三百多公里外 有这个麦当劳的地方 他就是买这个麦当劳 他点了什么 大麦克套餐 然后就跑回来 花了七点六万 然后还在 他为了吃个大麦克套餐 花了七点六万做飞机 然后还这个在媒体上面 被报道 那除了这个之后 还有什么 那我们过去 我们就是 台湾不是爆发这个 这个所谓的肺炎的时候 新冠肺炎的时候 大家都在抢口罩 对不对 那俄罗斯的富豪不是 他们就马上在抢这个呼吸器 因为呼吸器很重要 那当时即使被炒到 一台七十万 俄罗斯的富豪 抢啊抢抢抢 到造成什么 医院要呼吸器 没有呼吸器 因为都被这些富豪拿走 所以实际上 因为那些俄罗斯的富豪 真的太有钱 而且太任性 导致很多民众 对他们非常的不满 玉宝 另外今天 有一个全世界都震惊的 大家非常诡弱 刀风开的画面 从三十公尺的高宫 啪的 一个飞机就要掉下来 而里面有谁 有普利格基 对普利格基 做了这个专机 跟他的助手乌特基 做这个专机 竟然坠机了 然后这一套机器 其实这个航班 是过去来讲的话 他二十年 只有一个意外 而那个意外是相撞 但是最后 他们是平安的降落 所以大家就问 这个好飞机 对这个好飞机 就问这个出产的 这个巴西的一个航空工业 航空工业呢 他不发表评论 可是他要偷偷的 释出一个消息 他说这个怎么会是坠机 这不是坠机啊 他在起飞 飞机过程中 都是很正常的 他只有在 姿势坠毁的前 三十秒 垂时降落 他说这个不是 飞机的问题 因为我们可以讲 飞机最危险的时刻 起飞 对跟降落 你现在都已经在空中平稳的飞行 那是一个安全的时刻 你连飞机自动驾驶都可以 你怎么会突然 三十秒的时候 发出警报 瞬间就坠落了 而且我们看另外一个画面 这个降落前三十秒 就是这个 是垂直往下坠的 所以并不是什么机具故障 并不是什么 它完全没福利了 对 所以这个巴西航空工业 这个出厂的厂商的意思就是什么 这不是坠机啊 这是脊落 它被脊落 这是被脊落的 所以后来慢慢的有一些讯息出来 它应该是一个地队空的一个飞弹 一个MISO 直接火炮系统把它打掉的 这他们说 没有办法评论 因为这个没有什么机械故障的问题 这个就是一个战争 那跟我无归 对 所以他们觉得说 关我们什么事 所以他们没有几乎任何的击落 任何的评论 好 重点来了 普利格金 乌特金 这两个 他是名义上面 这一个 瓦格纳军团的一个持有人 对 那乌特金呢 是他的助手 但其实 这个瓦格纳是谁命名的 是他命名的 是乌特金命名的 你看看他的这个长相 他这个样子 他就是一个战士 所以过去来讲的话 大家看的都是普利格金 但其实他才是真的 把这个整个集团给壮大的人 但重点是 普利格金死掉了 乌特金也在这个航班上面 也死掉了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他们很多人发表出了一个很激烈的言论 这些普利格金的旧部 乌特金的旧部 他们要干嘛 他们要再一次发动正面 真的假的 他们这一次要拿回克里姆林公 他们说第一次没有去的时候 他们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所以现在网络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影片 全部都集结起来 武装起来 而且甚至就是这样子 他们说呢 如果只要证实了普利格金 证实了乌特金 有的死讯的话 他们就要重新把这个目标 要往莫斯科走 你说这些人是瓦格纳集团 对 瓦格纳现在猛变发出了声明说 如果真的证明普利格金 乌特金是被这个普丁所杀的话 他们就要杀到了莫斯科 对他们就要杀到莫斯科 而且呢 其实在这个白俄罗斯 已经有来下一个车队 他们认为说这个车队里面的人 已经来一个车队了 就是普利格金的旧部 就是他们要杀上去 那现在来讲的话 到底是不是普丁杀的呢 其实乌克兰的总统顾问就直接讲了嘛 这是普丁在大选 什么时候大选 2024年 给国内精英的一个市井 因为当初他们的一个政变 其实很多人就讲说 为什么普利格金有这个底气 一定是军方友人嘛 后来果然也被疏伤了 几个军方的头子 然后呢 还有一些震惊的人物 他们认为 他是给他2024年看说 不要乱搞 乱搞普丁的话 你就有一条路 那就是死 那为什么这种死法呢 大家记不记得 那个短命的政变里面 最引人注意的就是 他们打下了一个俄罗斯的一个专机 空军的专机 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些 他们空军的领袖 所以这一次 我觉得就是普丁 他的一个典型的报复 你敢打我们的飞机 我就在你在飞机的时候 把你打下来 不然其实普利格金 当初已经被他软禁了 什么时候要打要杀 都可以嘛 你为什么要这么高调 所以你说 今天把这个飞机给打下来 是许重 对 就让大家知道说 你敢碰我们的人 如果我没有能力 我就算了 现在来讲就是有能力 甚至直接让大家知道说 就是我们打的 那拜登也说了 他们认为不意外 对 所以当初很多人参与 这一个政变的人 我看这些人应该很害怕 而且 你知道吗 之前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美国就通知 他在摆俄罗斯的美国公民 讲说你们要赶快离开 会有事情发生 结果 现在瓦格纳就在哪里 就在摆俄罗斯 对 就你现在居然就把 瓦格纳集团的老大跟老二 全给宰了 对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是旅游局的 他们这个领事局的一个网站 他告诉大家说 白俄罗斯这边是什么 Label 4 Label 4就是最高等级的 他就直接告诉你说 Don't do not travel 白话我就是你不要去 不要去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限出 他们领事馆的一些功能 他觉得说 只要美国公民 你最好就赶快离开 你也不要再来了 只在一些紧急的一个作用 所以美国早就闻到 白俄罗斯有问题了 他们就觉得说 其实白俄罗斯在整个政变里面 他做的角色 并不是说这个 Lukashenko打一通电话来调解 他们认为说 他跟乌克兰 还有还有跟普里格金 跟莫斯科这边 是有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个关系 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算了 美国人保护自己 不要介入 对我们不要介入 美国公民先走 然后呢 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呢 果然普里格金就死掉了 真的是普丁盖的吗 对 现在来讲的话 普丁在过去来说的话 他一直是一种 就是吃牙必报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我觉得这种打法 这种俄罗斯直接打掉一个飞机 给全世界看 这个就是普丁典型的报复行为 好 董事长 现在有人讲说 第一个 普里格金是真的死还是假的死 因为你现在只是从 这个旅客名单里面有普里格金 你真的已经确定 还是说他是假死逃亡 第二个就是 如果真的是被空中 用飞弹把你击落的 那真的是普丁干的吗 首先我们现在知道 普丁为什么不去南非了吗 他要杀普里格金 留在家里面干大事 他干了一票大事情 那这个事情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普丁 是不是普丁干的 是普丁干的很合理 不管怎么干 他是用飞弹打的 他是里面放的过底 怎么搞 不管他 就是他干的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呢 不是普丁干的 不是普丁干的问题严重 普丁今天就垮了 这普丁今天立刻就马上被其他部队包围了 那普丁怎么活到 只不下来没事 所以这个百分之一百 是他干的 然后我还听到一个消息 说今天马上有一部大型的这个运输机 飞到白俄罗斯 说今天从今天飞过去 从俄罗斯飞的 但是那什么东西 那特战部队嘛 俄罗斯的特战部队 飞到白俄罗斯去了嘛 为什么美国要警告你干嘛 他就干他 他把剩下的这些 全部跟你消灭回来 怎么可能留你在那边白俄罗斯混呢 那白俄罗斯不见得打得过他们 对 所以他派了特战部队 现在飞过去了 是最新的消息 下午是这个消息 所以你看到明天特战罗斯 你还想报仇 对 谁跟你报仇 他把你 他全部整个州 所以你第一说 当普丁决定要把那个飞机给打下来 确定按下那个按钮 后续你瓦格纳的命运都已经决定了 不是 就是因为本来就是他当还有第三个就是非洲的瓦格纳部队 他已经派了这个 他已经派了俄罗斯部队去接管非洲的瓦格纳部队 他去接管了 接管了 他所有的动作全部同一天开始展开 可怕 所以他知道 所以这个拜登讲清楚 普丁干的 就他干的 就他干的 他干的不是光干瓦格纳 瓦格纳不重要 瓦格纳只是一个佣兵 他是在清洗他俄罗斯本身的军中的一些势力 因为军头跟这些所谓的寡头有结合的迹象 那这个迹象会持续清洗下去 现在瓦格纳的整个负责人普丁格纳的死亡 可能比我们想象来的更诡异 更神秘 第一个讲说 发生这种风难 国际是要介入的 国际是要去调查这个事故原因 俄罗斯现在你非常清楚 拒绝外国介入 更不用讲你普丁格纳整个坠落的时候 马上旁边就有KGP 也就是俄罗斯的特勤人员 马上取了DNA 马上取了组织 确定这个死的人就是普丁格纳 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 原来 现在更多资料出来了 普丁格纳死亡之前 他就知道他有事 所以他已经做了各种伪装 做了各种侦查 结果没有想到 他还是逃不过普丁的毒手 没错 这就是普丁要杀普丁格纳嘛 所以他怎么可能让国际社会来介入 调查他的所谓的相关的事故 怎么发生呢 因为这本来就是俄罗斯政府干的事情 怎么会让国际社会再介入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 其实今天《华尔街日报》 有做一些传整的报导 报导什么东西呢 就普丁格纳他在被杀之前 到底他的行程是怎么进行的 所以发现到一件事情 他是从叛变的时候 其实当时路卡申科跟普丁打了电话说 这个你不能杀 你这杀的话 因为我可以来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叫他把人弄到白俄罗斯去 其实当时普丁非常生气说 这个我一定把他干掉 结果鼓不起来 现在真的普丁把普丁格纳干掉 他早就想杀他了 所以当时其实普丁格纳心里很清楚 他早晚一天 一定会被普丁下毒手干掉的 因为所有以前在叛变的 所有的俄罗斯的情报人员 全部在海外都被大概都被暗杀掉 比如在英国有一个就被毒气暗杀 神经毒气暗杀掉 在很多其他国家都这样子 所以从普丁格纳心 他为了保住他的业务嘛 所以瓦格纳集团在非洲中东 还有整个中亚地带 还有到俄罗斯的地带 整个都有他的业务范围 将近有三十多个国家 所以他在这个期间当中 还在跑他的业务 他跑到业务 所以普丁格纳心不是乖乖呆在摆俄罗斯 他跑来跑去 从一下从摆俄罗斯跑到非洲 在从非洲跑到了欧洲 结果他的行动还是被掌握了 对 他到中非共和国 他到利比亚 到处去建这些相关的军头 还有在做一件事情什么东西 因为俄罗斯政府 正在抢他瓦格纳集团生意 为什么呢 我们当初不是有提到一件事情吗 当初整来俄罗斯政府 要收编瓦格纳集团 俄罗斯集团不愿意嘛 结果俄罗斯他开始在做一件事情 不是派了很多外交官 到这些中非国家 到这个非洲国家 告诉他们事情 我们俄罗斯政府准备要接收 所以谁呢 俄国的军情局 还有俄罗斯的这个联邦 联邦安全局 两个特别是军情局 他成立了数个小型的 雇佣兵集团跟雇佣兵公司 然后准备把网格纳集团 在非洲的所有的业务 全部承接下来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其实普里格金也知道 俄罗斯政府正在搞这件事情 所以就告诉那些总统们说 你们还是要相信我 我长期以来保护你们的安全 所以他才要封城虎虎的 飞来飞去 飞来飞去的原因在于 他要跟俄罗斯抢生意 俄罗斯政府已经出手了 准备把他的生意 一个一个一个把它断掉 结果他现在保住 他的生意来讲的话 一个一个又去游说 这些总统们说 你们要相信我 所以但是呢 这些总统们相信普丁 不相信普里格金 因为他也总知道说 政府的能力比较大 所以在很多场合上面 也不愿意跟普里格金 站在一起 但是普里格金 在这来来往往过程当中呢 换飞机 然后把自己的通讯设备 全部关掉 然后假设 关通讯设备 连开会的时候 都在跑道上开会 因为随时可能有人 要暗杀他的时候 马上飞机马上飞走 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早就知道说 自己已经被盯上 有可能会走上不归路 所以这时候你看到 黑是黑 本来普丁是扶持他 然后去搜刮整个人 现在呢 整个网格纳集团 要裂解掉了 分成三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在非洲 一个部分在俄罗斯境内 一个部分在白俄罗斯境内 这三个部分来讲的话 分别会由俄罗斯的政府 军情局在非洲 接受他的所有业务 然后接下来 特别是白俄罗斯的角色 前些日子 美国发动 美国大使馆发布说 能够离开白俄罗斯 就赶快离开白俄罗斯 因为整个网格纳集团 内部有可能想要叛变 为什么这就是 网格纳吸收的 都是一些罪犯 或是一些囚犯 那他们的这个性格 被他爆裂 所以到时候 这些人要怎么反叛 而且这个群龙无首的情况之下 底下怎么去安抚这些人 而且他们的 这个所谓的薪水 都是发现金的 现在如果连现金都没有的话 他们要生活 他们怎么收下去 顶多就是叛乱 那叛乱的时候要有人去镇压 所以整个局势会非常混乱 所以一个普里格金的死 他的业务 瓦格纳集团 全部瓦解掉之外 另外也造成整个 这白俄罗斯 俄罗斯的整个局势的发展的变化 而且 当瓦格纳集团被瓦解的时候 去对俄罗斯来讲 有个大的麻烦是你缺了一个 最会打仗的部队 你缺了这个最会打仗的部队之后 你就这样 现在俄罗斯 乌克兰 乌克兰现在乌南 已经可以攻城略地打破防线了 没错 乌克兰的南的地方 其实有一个地方叫 罗伯纪涅 这个地方其实现在已经被 乌克兰军队已经攻破了 那在那边的守军 就俄罗斯的守军 现在只能什么 恶到只能吃老鼠 吃老鼠 对 这是乌克兰的国防部 发布的讯息 因为在俄罗斯 现在守军已经被 这个包围 不军包围 所以他们只能 靠老鼠来冲击 这时候如果他能够 再继续往南走的话 我们知道 连赫尔松附近来讲的话 俄军现在目前 都被积极的在攻击当中 什么意思呢 就乌克兰他 使用一种战术 就是先把无人机 派出去之后 锁定 精准锁定之后 再用他的这个 苏27 然后搭载 这个投放 这样的相关的飞弹 直接命中 所有的相关的 这个军事目标 如果现在能够再往前推进 10到15公里的话 整个乌军可以把俄罗斯 在克里米亚那一方面的 东西的补给线 全部中断掉 中断掉之后 再加上你看到 俄罗斯军方 没有像网格拉集团 这样的一个部队 可以去抵挡乌军来讲 可能乌军再配合F-16 然后进场之后 结果就会可能 势如莫子的往前推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丢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